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即市攻略環節 想和大家跟進內地股市最新的情況 身邊嘉賓是Stanley研究部經理席耀輝 旁邊Stanley早晨 見到內地股市方面的勢頭不太好 繼續下跌76點 現在最新到3629點 跌幅2.07% 深淨城跌163點 步12232點 護深300指數跌56點 步3759點 三大指數繼續要下跌 我們先講講上證指數的走勢 昨天以為可以做回歸少少 升至3800位置之上 昨天也升至1.5% 但高位之後很可惜 昨天的尾市時段 大家都看到8分鐘之內急錯成100點 檢守在3700點 還說都OK 還守得住3705點 但今天一開始 現在市場上的市場下跌 現在的市場下跌 去到3625點 現在的一刻 越來越多了 會不會反映 就算有反彈 都一定幫不到投資者的信心 反而大家逢高減持的心態 都非常明顯 這個勢頭會延續 暫時3600又是一個關口 今天守不守住 關口這件事都是拿來破 不過問題是 現在是 之後 是向上破還是向下破 但你說現在形勢 3600應該都 急急可危了 還有 我想內地股市現在有一個比較 有一個畸形的狀況 就是怎樣呢 內地的一些說法 就是如果假設 開市的時間是高開的話 就要走貨 如果低開的話 就要買貨 因為為什麼呢 通常那個形勢 美市時線就會升上來 沒錯 美市呢 要不升上去 要不跌下來 所以現在雖然形勢上是 是差的 如果你純粹以A股 那個走勢去看的話 其實是差的 但是一轉頭 不知道會不會升上來 因為 A股大家如果看這幾天的時間 基本上 沒有錄足 還有現在你說 要分析A股 用什麼因素去看呢 其實也沒有分析可言 因為 你純粹只可以說 現在全部都是人為主導 還有現在 你說經濟的層面上看 沒錯 是很嚴峻的 是差的 但是你說差的話 都不是現在的事 基本上之前已經是 都知道有這些問題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A股 就沒有了 現在是難出磨了 但是後市的看法 就是對於A股市場來算 都是比較審慎的 因為始終你現在 A股經歷過這一輪的震盪之後 昨天都跟大家說過了 現在基本上大家的信心 已經是有一個信心的危機 所以都是比較難搞的 所以暫時來算 你真是可以說A股現在 那個波動性都會很大 但是不知道 你問現在究竟A股之後 會不會再試深一些 會不會試回之前的低位 3300這個位置 不是嗎 沒有可能 但是反過來 假設真的有更多資金去產場的話 希望能撐得住 但是我自己看來就不是這麼樂觀 明白 好啊 Stanley 想問一下 就是那個兩融的原額問題 我們都說了 就是回落到最新的數字 就1.37萬億 如果今天再檢查 可能就再回落一點 但是大家都拿回6月18日高峰 去到2.27萬億這個數字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是相當於流通市值的8.8% 其實來自一份報告高盛 就認為8.8這個數字 在任何股市當中 都是屬於高的水平 何謂比較合理或者健康一點 預算是大約是市值的5% 再計算一下 即是說這個融資餘額大約是1萬億左右 是 換句話說 可能還有成4-5千億的資金去槓桿 會不會一路這個信心 或者是這個情況 不要說信心 這個情況可能會持續 大家都比較繼續是難去入市 因為始終看回兩融方面的餘額 應該都可能會縮到1萬億 其實都要再分析一下 OK 剛剛你說的那個數字 就是8% 那是之前的大四高空位的時間去計算 但是那時候的內地的市值 都不是這個數字 那可能已經是 可能是10萬美元這個數字 即是70多萬億左右 但好了 在這段時間 其實你A股的市值 跌了很多 雖然兩融的數字都是跌下去的 但是如果你的同步跌下去的時間 其實那個叫做百分比 都可能依然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那可能是佔百分之八 以上這些位置 所以你說現在的兩融的數字 是否一萬億為止一個合理的價值 可能都不是 因為同期你的市值都跌下來的 所以變相現在的佔比 可能都是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了緊 所以你說是否合理呢 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甚至乎 我都是擔心 現在整個市場的氣氛 已經是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剛才提及到有一個信心的危機的話 你的市場跌下去 大家都真的嚇怕了 即使你之後 你說可能有些 市可能有些反彈 有些資金撐著反彈 但都幫不了什麼手 甚至乎我都是那句 信心沒有了 和錢輸了 就真的輸了 內地的投資者 要嚇怕了股市的話 不會這麼快回牆裡面玩的 所以暫時我覺得A股的情況不樂觀 而且我還是擔心 可能會重演之前的情況 可能是以往的時間 當股市靜的時候 可能會靜以連續來計 而且這一次 我覺得最擔心的地方 就是之後怎樣收貨 其實你都想不到怎樣收貨 現在政府 很多的國家隊 很多的資金都入場了 你全部拿著股票 其實你想一下 大家全部只可以拿貨 就不可以淨沽貨 就是要淨賣入 好了 你賣完貨之後 你又不可以沽的 你想一下 其實市場的流動性 其實是停了的 即股票市場的運作 和那個原理 原先就是說 可能會給很多資金去運作 去流通的 但你現在是將整個市場的流動性 叫做減少 這個影響其實是真的 我想是很大的 再想一想一想 你之後 當你的市場 可能真的在之後 我沒有東西的 平靜了 就全部都放下來了 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都放下來了 那你政府拿著一些貨 怎麼辦呢 因為現在政府的資金 你可能拿著那些公司的股權 已經是頭五大了 你拿著這批貨 你怎麼放出來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 內地股市 你可以說要講的問題 真的好多很多 基本上可能說成整天都說不完 但暫時來說 A股市場 難教一些 即使現在 可能有反彈 但大家是否會 覺得後市方面 又看得到比較樂觀呢 都不是 所以暫時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假設想 投資 A股的話 都真的要小心一點 A股市場 我覺得情況 不是那麼樂觀 相反港股這一邊 都可能 都可以講講 那個股值上去計算 變相還是處於一個比較合力的水平 明白 好 麻煩你先 Sanny 在這方面的解說 看到了 常政指數 不過你講講講 跌幅的手段錯了 跌37點 到3668點 另外深圳城市還要倒升 升4點上來 去到12400點 現在你也猜不到 你看到幾分鐘 他的走勢已經不同了 是的 那我會否說 其實比較受累 勸商股一定是慘的 中資勸商股沒有運行 你又沒有什麼人做挖展 生意又淡薄 另外那些保險股都差了 說了一陣子 國壽知道他發營起 剩下7成 但可能好競不再 下半年來講 究竟可否維持有些難度 那如你所說 現在中央方面 就為了要穩定市場的信心 其實中保監 這幾天都再發聲明出來 他說要求保險機構 近期來講 盡可能就不可以 只賣出權益類的投資品種 一定要買入 所以計算保險資金 持續只賣入的股票 或者股票營的基金來講 有成超過1100億 這麼多 保險股都挺慘的 保險股都沒有問題 暫時又怎樣去部署 如果只賣入的話 他們也是 流動性出了一些問題 不是 他們流動性沒問題 是市場流動性的問題 基本上流動性停了 但對保險股本身 沒有的 當我虧升的時間 他們就沒有受惠 因為成熟都是貨 但轉換了 虧跌的時間 就沒有大件事 好像現在就沒有大件事 你想想 之前叫你入場 繼續入場撐著市 大家聽話 入太場 現在成熟貨 但虧跌的時間 大家就真的受到拖累 所以 內險股也好 全商股也好 現在我都覺得 如果你有貨 就先逼住拆住貨 但沒有貨的話 就不建議大家買住 內險股 我想跟大家跟進股價表現 先看看 國壽跌一毫子 報28.8 另外平保方面 下跌五毫半 報44.2 人保跌兩仙報4.02 財險冒起跌報16.16 另外中國太平 966 升三毫子報24.2 泰保跌五仙報32.4毫半 新華保險跌近一毫子報33.7 好 麻煩你 Sanny先 我們節目時間又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Sanny 你說我 試說說說說 不斷在這裡剪刀 沒錯 氣壞你 不關事 好 麻煩你先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